亚洲时间的10月10号,台北举行了中华民国中苏及各界108年国庆庆典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怀念民国,开始庆祝祖国的生日 其实我们知道双十节只是一个国庆,在台北举行的历届都被称作为中华民国中苏及各界庆祝大会 中华民国真正的开国纪念日是元旦 双十节是事后纪念辛亥革命,武昌枪响的那一天 因为共军在大陆统治的不得人心,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纪念双十节 开始回归,从心理上回归民国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奢望中华民国能够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能够再造民国,旧大陆的民众出苦海 恢复在中国大地上实现民主宪政 有这种想法不是从今天开始,应该来说 最近几十年来一直有这种呼声 其实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心里的这种想法 人们越来越多的在埋怨的国民政府 为什么会丧失大片的国土 让共军能够在中国统治七十年 原先我们看到,关于中华民国的表述一般都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但是1970年以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军事上反攻大陆的这么一种思路 紧接着在蒋经国开放党禁报警以后 我们看到台湾出现了两党轮替 出现了所谓的一边一国去中国化 好就好在,随着中美之间的博弈 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客开始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割开来 甚至夸赞中国文化曾经是璀璨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去中国化 已经越来越淡了,几乎听不到这种声音了 每当中华民国出现总统竞选的时刻 我们看到无数的政客都在奔着中华民国总统的这份公职来参与竞选 他们不断地唱着国歌,对着国旗宣誓 那么在这次国庆庆典上,我们也看到了 不仅有规划公民和原住民在合唱着国歌 而且大家也在向中华民国国旗和国父一项进行三鞠躬 我们甚至看到了三军仪仗队的抄点 我们也看到了各军种的直升机飞过庆典的现场 那么今天所有的一切让中国人更加关注中华民国现实存在 这就不仅仅是蔡英文总统在表述作为一个国家元首 他要捍卫自由民主,拒绝一国两制 这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而是整个中国人这个群体在反思 中国为什么会中断民主宪政的这个进程 曾经在中国领导的中国人 推翻了封建帝制的这么一股力量 消失在我们眼中 长达七十年之久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话 应该来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当然了,历史不存在 假设我们知道有各式各样的机缘巧合 那么现在人们在纪念中华民国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开始进行积极的参与呢 许多人根本都分不清 中华民国是1912年元旦建立的 他们总是把双十节称为中华民国的诞生日 甚至有很多人在谈论到国民党的时候 他们甚至不知道 现在的国民党是由孙中山改组的 宋教人在1913年被刺的时候 他担任的那个国民党理事长 其实后来又被改组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涉及到民国的史料 在内地的民众绝大多数人是分不清的 前两年我们还看到 共军也在纪念辛亥革命 经常混淆双十节的发生 以及它的由来 包括现在 即便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以后 还在每年在召开的双十庆典 放的礼炮 甚至早些年还搞阅兵 那么随着中美之间的博弈 我们看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中 有一些国家在主动的引建中华民国重新恢复 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会员资格 甚至在未来极有可能会进入一些世界主流的这些国际组织 今年的双十节庆典 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美方的议员 实际上已经到达了台湾 参与到庆典活动中去了 台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有可能会恢复在大陆的行政权 其实我们知道 真正由蒋介石政府带到台湾的这些官员 这些士兵 这些所谓的外省人 占台湾目前人口总数不过也就百分之十几 台湾更多的汉人是1949年1948年以前 就已经迁徙到台湾的闽南人和客家人 现在我们知道在台湾 从国籍上来划分 大概只有百分之两点几的所谓外国人 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七都是中华民国公民 那么这个中间真正的原住民不过也就百分之两点几 剩下来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汉族 他们更多的是闽南人 而不是所谓的外省人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脱离中国内地的这种政治纷争 永远不再参与进去 这才是台湾自己的呼声 我们知道每当庆祝中华民国诞生的时候 庆祝他的国庆大典的时候 大家都在热切的盼望 中国在民主宪政的道路中 在中国回到现代国家 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轨道中 中华民国能够担任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但是这份期望可能有点大 至少台湾人现在是不太愿意承担的 他们在短期内也不太容易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知道 大多数对中华民国抱有期待的人们 他们极有可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尊重一个事实 中华民国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共和国 为了推翻地制 为了建立共和国 牺牲的人他们的血不是白流的 他们曾经打造出一个共和国 现在还保留了它的一部分 在中国没有完全被共军所覆盖的 就是这么一块地方 随着中美之间的博弈 他们现在获得的国际资源会越来越多 今后他们发挥的这种能量也会越来越大 中华民国能够承担起什么样的历史责任 未来能够走到哪一步 只能说是个中国人 但是不要把担子压得太重 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这个能力来扛起它 我们可以纪念中华民国的诞生 以及它心火传承 甚至我们可以期待它在未来的国际政治中能够做得更多 但是改变中国 毕竟要靠内地的民众 要靠我们自己 不能指望 台湾这两千多万人承担起十三亿八千万人的责任 这是不现实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到台湾有更多的做法 甚至他们在护照上已经明明确确的标注台湾的拼引 他们的心神是什么 其实内地人不是很想知道 大家只是希望在中国能够有一面旗帜 这个旗帜如果说自己找不到 就希望台湾能够扛起它 当然每一个希望中国能够变化 能够摆脱这种极权的人 都非常希望中华民国能够重新崛起 我们有这一份期待 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对民主宪政自由 有对中国曾经牺牲的这些先烈 创立了共和国的一份缅怀 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中华民国这块牌子 在台湾还能打多久 是要打引号的 即便他们一直能够不改变国号 坚持下去 我们也很难期待他 能够重新回到大陆 进入执政的状态 我们只能希望一点 中华民国能够有更辉煌的未来 至于在中国民主宪政的道路上 他们曾经的功绩 可以被人们称颂 今后我们也可以期待 他在中国重新回到民主宪政轨道上 能够给予的帮助 我们非常期盼 中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个未来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 当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自由 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没有专制和集权压在人们的头上 那个时候才叫再造共和 至于国号是不是中华民国了 我相信这不是很重要 中国的未来肯定是一个联邦 我相信有中华民国 作为一个榜样 作为一个已经民主化了的 正在民主过程中的国家 他们会给内地的转型 内地的变革 做到一个鞭策的作用 祝大家双十节快乐 至少我知道台湾正在享受一个四天的四联休 祝你们节日愉快 再见